一樣是航運股 為什麼貨櫃散裝不同命 海運空運 現在這個時刻 你要留意什麼重大的事情 這一集的節目很重要哦 歡迎收看股市招勁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 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來講的話 整個是一個回跌的行情哦 我先以就是說盤中來講 就要有這個light非常熱鬧 因為越來越多的朋友來講的話 針對航運股這一邊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陽明跟長榮來講 這兩檔股價還是一樣 維持一個高檔 而且就是說裡面很明顯看到 就會說居高不下 那一樣都是航運股 有朋友就已經完全不了解 老師為什麼我同樣都買航運股 那一個我的航運股就是不能像那個 貨櫃三雄一樣 這麼樣的走法 為什麼這樣子 那另外來講的話 有一些朋友來講的話 老師最近來講的話 那個華航長榮航 表現得很好 你怎麼來看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開高走低嘛 打下來嘛對不對 怎麼來看 好 今天來講的話 大盤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重要性 因為 前面來講的話 行情在談起來說 外資大買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那個外資的籌碼數字 你不要看到 買就是什麼 權力做多 賣就是權力翻空 絕對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這邊來講 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行情已經給大家一個答案 就是說 疫情的一個爆發 惡化 然後其實已經擴大了整個 行情的區間了 台北股市的區間了 我們直接來看就是說 這邊 其實大家 你整個對於大盤來講的話 第一個 今天這樣回跌恐怖嗎 我說這邊來講的話 大家你知道 記得一件事情 我昨天節目有談 跌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們在 這一段的行情來講的話 已經確認了 疫情對於台北股市的影響 已經反應完了 甚至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教老師很 很強調 就是這個過程 我已經強調是 挫殺的過程 恐慌性說 5月12號這邊 恐慌性挫殺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大盤落底5月17號 那你從盤面上這一邊來看的話 行情把大箱型拉出來 因為1萬5 我已經聊到 1萬5是箱底來講的話 那現在行情的位置是什麼 在測什麼 5月11號 或者5月12號的高點 哪一個是箱頂相對的位置嗎 那你現在從5月底 5月份結束之後很明顯的嘛 行情已經把5月11號 這一邊的高點 當作是箱頂了嘛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是在箱頂上方這一邊 來做震盪整理嘛 所以你要知道是什麼 如果接下來大盤 是一個大箱型的一個位置 一個區間來沖洗來講的話 整個6月份 甚至銜接第三季來講的話 你反而要知道 第一個 比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後面在醞釀一段的走勢 所以回跌的時候 你要能夠找到什麼 比大盤先落底 我們已經聊到嘛 從台積電 從鴻海身上 可以看到比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所以回跌是好事 你只要不追漲 買黑的買跌的 整個6月份 甚至銜接到7月份來講的話 你不會有那一個 極度的大風險 甚至你只要有點耐心 是有機會可以賺到錢的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技巧 太高明 但你如果說要找股票來講的話 就好是這一邊 最近來講 我已經提供給大家 反敗為生的方法了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一樣 然後大家的話題 還是圍繞在長榮跟陽明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航運股的表現 對比一下 傳產類股的表現來講的話 長榮今天來講的話 還是一個什麼 一個高點的位置 來做震盪整理嗎 最高還是121.5 昨天我們已經聊到 法人給他目標價了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陽明來講的話 也是什麼 直接在創一個新高 119.5 陽明來講的話 可是你知道 扣除這兩檔股票 其他的航運股來講 很多朋友跟我反應說 老師 為什麼我的航運股 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子 這是什麼 2606的 育民 如果你有特別去留意來講的話 你開始從最近這10天以前 你開始盤中拉高 你去追買他的 今天來講很明顯 你會發現你非常有感覺 就是原地不動 你只要 這10天的過程 你盤中拉起來去追的 你到今天你就會發現 其實 你用追的風險是什麼 你可以非常明白的看得到 因為我相信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已經提醒大家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比較 知道 就是所有去研究的朋友來講的話 沒有表現的是散裝航運 這2605星星航運 散裝航運來講的話 最近 比較強一點的 四維航 5608的四維航 也不是一路往上衝的嘛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 區間裡面而已嘛 另外來講的一檔 2617的台航 也是一樣嘛 好 最近來講的話拉起來 過5月13號完之後就開始又回跌了嘛 其實整體而言你回溯來看 它是一個 箱底 然後上面箱頂 那你盤中追高 或者你看到殘虹棒兩根 因為他只有給你兩根的機會嘛 兩根你只要一追 今天就馬上就回到原點了嘛 那你追在第二根 就很明顯的 回到你原本追的地方 或者是你追的更高的地方 發現今天股價回到 掉到你追的那個價位的下方 回到我身上 我這邊來特別來談一下 就是說你手中有航運股的朋友 我先聊 長榮跟陽明來講的話 最近股價不斷往上攀升 而且全市場討論熱絡 好像看回不回的 這便當你怎麼來看 我一直聊到就是說 最近其實整個6月份 有一個關鍵 法人圈來一個關鍵就是說 長榮跟陽明要納入台灣50 0050的成分股 是這一個最近 他們的漲幅來講的話 已經讓他們的市值 可以納入台灣50成分股了 所以最近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法人還是一直怎麼樣 調高他的目標價 甚至說 我要怎麼樣 加碼他到什麼樣的部位對不對 法人在最近6月2號過後 他會加碼陽明 長榮萬海 每一檔跟你破萬張再加碼 好吧我這邊提醒大家 現在來講的話有一個話題 法人來講的話 股價往上墊高 他是個納入成分股 0050成分股 那過往來講 我要提醒大家說 當那個成分股生效之後 確認納入生效之後來講的話 那你要特別留意 反而是什麼股價 會什麼 有機會出現回落 所以你追高來講 這邊對你沒有好處 因為我們昨天的節目已經告訴大家了 法人都已經把目標價公開 一百三十幾塊 一百四十塊 今天來講的話 一百四十五塊 原本一百三三塊一半一百四十五塊 如果法人沒有騙你 外資沒有騙你 你現在來你會發現出 你後面可以賺的那個空間 越來越擠壓的 越來越縮小了嘛 所以你這邊那種追高追高 你這樣再去追他來講的話 一定有程度的風險在嘛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告訴大家什麼 貨櫃三雄跟散裝航運 兩個 為什麼不同命 同樣是航運股 同樣是海運 但是為什麼不同命 第一個 貨櫃三雄有這麼樣的議題 因為他們有一個運費看漲 然後市值一直慢慢增加 有這樣的納入0050 因為國際資金來講的話 他們有一個主權基金的部分 他們會針對 投資的國家 那個主要的成分股裡面 去調整他們的部分 所以現在你可以簡單來說 電子股沒有什麼太大的表現 那航運股這一邊來講的話 大家也可以發現 三成四成三成四成 那有時候來講的話 那個航運股的那個 那個資金比重還高於電子股 那你要知道 這個過程來講是一個敲敲板 調整個股的部位不代表那一檔 那個類股來講他走空 或是那個類股來講無限的 是無限的是大多頭走勢 好不好這邊先跟大家來做提醒 貨櫃跟散裝兩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貨櫃來講 貨櫃三雄來講 有這樣的議題在 有這麼樣的一個 條件在 所以你不要看到 我航運 長成這樣子 貨櫃三雄長成這樣子 那我一樣我要買航運 所以挑那個沒有漲的航運 就這個邏輯就不對 好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但不管是 散裝或者是貨櫃或者是 空運也好 所以你不管是海運或空運 你現在要記得是什麼事情 要留意的是什麼事情 第二季的時間 因為現在是季底 第二季季底 也許現在來講很多節目的跟你討論到 那個季底作帳 那這邊我先提醒大家 大家不管是空運還是海運 現在全球經濟復甦 我在前面一個禮拜就提醒大家 美國股市前面的動盪 前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動盪 它反映的是什麼 經濟復甦然後有通貨膨脹的壓力 所以6月份你要知道 就是說過往一個習性 開始會討論什麼 聯準會到底要不要 那個縮減QE 或者什麼升息 這一類的那個訊息出來 但你第一個要知道是什麼 這些議題最基本的一個前提是什麼 全球經濟復甦 然後怎麼樣 最重要是什麼 成熟經濟體 歐美的國家開始走上那個什麼 逐步全部的要什麼解封城 所以經濟復甦來講 第一個一定會看到什麼 油價開始往上走 因為最近油價已經是往上走了 我相信就是說你是 有留在我LINE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今天來講 第一個 我在盤中有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 80美元 現在上看80美元了 多久以前 6月1號這個禮拜二 70美元 我要跟大家提醒 如果接下來油價在歐美的那個解封城 經濟復甦慢慢的 我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話 那油價會不會攀升到90塊或100塊 如果攀升到90塊100塊 那你現在的航運股 海運股 尤其是海運貨櫃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會被做一個什麼股價的調整 這是你現在不管是海運空運都要去留意的事情 因為過往來講 我相信你只要是一個認真做功課的那個資深的股民都會知道 過往來講的話 一段的經濟大復甦 或者是過往來講一段的股市多頭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空運海運的股票來講都相對壓縮 直到今年 今年真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航運股 尤其是貨櫃股 貨櫃三雄來講 這麼大的一個漲幅 過往是因為油價 只要經濟一變好 整個油價往上飆 甚至是破100塊美元的狀態來講的話 那一些航運股 海運股 空運股 一樣 都那個股價沒有太大的表現 你這種循環的股票 你要留意的就是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其實在那個5月下旬開始 就已經不斷提醒大家 尤其是在520前後 你都開始提醒大家的原因 也是在這一個部分 因為那一個部分 美國股是開始去反映通貨膨脹 是從5月下旬開始的 所以當你知道油價後市看漲的時候 你就不能隨便去追一些景氣循環股了 我相信就是說你大概鋼鐵股來講的話 最近你慢慢你會發現 奇怪 好像都有拉抬拉起來 等於後面來講才沒有幾天 可能兩天的時間 然後你就回到原點 原因就是在那邊 所以我才會提醒就是說 你手中有這一些股票的朋友 你有做到有賺錢 好 先讓自己的資金平安下車為優先 那當然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Lineat我的Telegram 都已經跟他分享 那個包含了我們的 這個是網路上 你Google 我特別把它拉出來 你這個網路上Google都可以找得到 這是我們經濟部能源局的一個圖 那個以最新的報價 已經是最新收盤價 布蘭特原有已經70.8了 那以油價的趨勢來講的話 你會從去年11月慢慢慢慢看到 他的走勢圖是怎麼樣 慢慢往上去攀升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開始喊上看80美元了 這個是全球的一個經濟復甦會 開始出來的一個跡象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說 接下來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反而要知道說 他一段的漲幅 一段的漲勢 你再去思考說 我到底要不要追 然後這一邊來講 然後為什麼我的 人家貨櫃三雄這麼走法 我買的航運股怎麼會這樣 你能買的航運股 散裝航運如果沒有表現 那你又牽涉到這個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就 我在前面跟你提醒到 前面十幾天的交易日 跟你提醒到的 你不管是那個貨櫃還是散裝 拉起來你去追 你後面來講怎麼可能會有錢賺 你去用追高的方式來講的話 你到後面一定會發現 原本就原來是只有那個幾塊錢 6塊錢 讓我看到 我最近跳進去買了 後面來又回到原本的地方 後面慢慢 油價慢慢墊高的時候來講 你又知道 這些股票慢慢又不會有表現 慢慢不動 後面來講慢慢往下掉 季線洗平 然後慢慢下彎 好吧 這個概念來講 然後我希望就是說 幾個思考提供給大家 那 這一個圖來講的話 是針對什麼 VDI指數 我為什麼會提醒大家 甚至我會點名就是說 十幾千錢 我會點名就是說 那一個散裝航運的股票 2606域名 2605星星 四維航這邊 你不要過度去追 你有賺到 先下車 為什麼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你隨便 這個我在節目上 這邊跟他分享的 這個圖表 你Google都可以找得到 他不是 他不是什麼艱難的訊息 不是什麼秘密的訊息 這個是公開的 你Google做功課一下 因為VDI指數來講的話 這一個月以來 跌幅加起來 已經超過兩成 超過20%了 已經超過20%了 所以你要特別去留意 散裝航運為什麼 不會有表現 為什麼會提醒你 不要拉起來 你先平安下車 你先賣掉 你先讓你資金 平安下車 因為他們在回檔 那你看了那個運價上漲 那個貨櫃航運的事情 這邊讓我跟大家來做提醒 那貨櫃航運來講 這還有牽涉到什麼 人家那個市值增長 然後要納入0050 所以法人這一邊在調整 或是增加他的子股部位 好不好 所以這邊我會提醒大家的原因 那這個是VDI指數來講的話 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這個不是什麼神秘的圖表 你隨便Google 你網路上Google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我先以這個網站來講的話 我把他抓出來5月12號到昨天6月3號 綠的比較多還是紅的比較多 total加起來跌了超過兩成 你去追航運你當然會套啊 你去追散裝航運你當然會套啊 短短可能一根兩根 你以為他會過錢高 你以為跟他貨櫃三雄一樣的表現的時候 後面你就套住了 所以這邊我跟大家來提醒 絕對有我的邏輯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這裡來講的話 因為今天的行情 大家你可以發現 同樣是邊邊是航運股 為什麼貨櫃跟散裝 就不一樣的名字 為什麼 我跟大家來做一個解析 但不管你是貨櫃還是散裝 你就要特別去留意國際油價好不好 特別去留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昨天的節目才要特別去聊 慢慢一步一步跟他聊 因為法人開始放出公開他的目標價 你會發現說如果法人沒有騙你的話 現在的股價 total跟法人公開那個目標價 越來越壓縮了 那你與其去還要追買他 還要去想說老師還可不可以買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習慣說我看到漲 我買了也很安心 所以很多人的習慣說我就是要買漲的 那很奇怪 所以這裡來講我希望就是說 如果你有那一個疑慮 如果你有個想法 那個航運股貨櫃三雄還能不能買 我告訴你我這邊有另外一檔的股票 另外一檔的傳產股 你有做到貨櫃三雄 有賺到那一波的錢 好我告訴你停立完 我們一起來轉進一檔的傳產股 這一檔傳產股我節目上已經公開說明了 我已經開始帶我的精英會員 好清代的電話會員 慢慢陸續的這幾天開始陸續的盤中 再陸續的敲進再部署了 我們是陸續慢慢在部署 不是一次給他縮哈進去 所以代表說這一檔股票 現在來講的話 還沒有衝出去 所以你跟上來來講 停立換股跟上來來講的話 可以怎麼樣 跟我會買在一個相同的壓縮整理的區間裡面 不然你等到 拉起來了噴出來了 難道你要用追的嗎 我在節目上公開 然後一大堆人都會問說老師 還可不可以買老師 我已經買多少錢了 我都看你為什麼要追我要節目上公開的股票 對我就不想說上個月我已經講了那個環球金 我都已經在節目上說我環球金賣在868塊 那一天來講後面有900塊的 有人去追900塊 我真的不理解那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那後面5月份行情拉回的時候 你大家都看得到 那個環球金後面的表現 這裡來講的話 今天盤中我看到好幾位朋友來講 跟我聊到散裝航運 因為他就是域名 星星 2605星星航運 不是星星電子 特別聊到 所以我希望你這一邊來講 第一個 你有賺到貨櫃三雄 從一段 獲利的朋友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傳產類股 可以幫你提密之後 再做一個什麼 獲利再加上 再賺它一段 我特別跟他來談 我看的是一段 大概也到 因為現在大盤已經沒有那個 從那個像去年年底 從1萬2 1萬3 長暴到那個指數 拉升到1萬6 1萬7 這一邊 大波段持股的條件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看的是什麼 最近接下來一個月的表現 比如說你這個 4月份銜接5月份 5月份銜接6月份 這個過程 你不管是哪一段 你有做到貨櫃三雄的朋友 你停力完 轉進這一檔傳產股 我可以幫你再獲利 但你這一邊來講 我發現很多人是去看貨櫃三雄去追 去追那個散裝航運 好你如果追散裝航運 這一邊你不曉得該怎麼處理的 我幫你換股 換到這一檔的傳產股 我已經聊到了 這檔傳產股來講的話 我的精英會員 禮拜三 6月2號禮拜三 開始我一步一步的 帶他們進去部署 從昨天開始 我的電話清貸會員 就是等級不一樣 因為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他操作的資金是500萬以上 500、600、800 甚至有1000萬的那個會員 那500萬以下的電話清貸會員 來講的話 我昨天也開始陸續的帶進來 買這一檔的傳產股 那我必須談 他的價位來講的話 其實就跟貨櫃三雄沒有相差太遠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你如果已經賺到貨櫃三雄的朋友 你停力轉進這檔股票 現在來講的話 我的精英會員 我的電話清貸會員 還開始在部署 你停力轉進來 後面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一起幫你來做一個獲利加成的機會 好不好這邊我就是提供 直接告訴大家 你現在不管是航運 到底是海運還是空運 你都要知道油價 油價代表是一個經濟復甦 過往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大家討論是報復性消費 好報復性消費如果成真 現在大家都知道 美國人開始慢慢的要 開始什麼解封城出去玩 然後那當然 那個英國歐洲那一邊來講的話 也許那英國不是升溫了什麼的 但至少他們是已經有疫苗了 那這邊政治的議題我就不談 有沒有疫苗那個怎麼樣我不談 我告訴大家 現在全球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來講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的 來華航 有一波的漲勢 一波的表現 後面這一邊 老師你看會不會過錢高 你看會不會怎麼樣子 因為盤中來講的話 已經華航來講的話 長榮航的表現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這樣子 所以很多朋友來講 老師你怎麼來看這個 油價 油價好不好 我就統一的 今天來講我相信你在我 Line的這邊有留言的朋友來講 我就跟你說 節目上今天會詳說 會詳細的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不好 其實就很簡單 就油價 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去 不用去思考說 要不要過錢高什麼的 那個長榮航都已經過錢高了 今天那個漲停 打開怎麼辦 什麼的 那我只告訴你就說 接下來慢慢的 財報要公佈半年報 這個是2618長榮航 當然啦 那個華航跟長榮航 兩者之間的區別 就是一個員工有疫情 有擴散 有傳染出來 另外一個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沒有空服務員 沒有機師去感染疫情 就這麼簡單 那不管怎麼樣 一段的漲幅已經出來了 6月份 半年報 好不好 這邊我就提醒大家 回到我身上 所以你大家要知道是什麼 不管你是海運還是空運 現在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國際的油價 好不好 後面來講的話 另外一個指標就是什麼 如果報復性消費 那一些概念股 有所表現 那勢必的代表什麼 報復性消費出來 國際的油價是會往上一直走 還是會平平這樣動盪 很明顯 如果報復性消費的力道 真的成真了 而且是非常兇猛 你會看到 資金是轉移到什麼地方 那些那個 報復性消費旅遊 當然啦 觀光跟食品 觀光跟美食 好不好 這邊就先提醒一下大家 那後面來講的話 當然還有另外高爾夫 什麼之類的 我相信大家隨便Google都知道 那後面的節目來講的話 也許我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怎麼去分辨 這一些的概念股 相同的概念股 但是那個什麼 強弱分明 因為裡面來講 也有空投格局反彈的 好不好 這邊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我最近 我Lite最近來講 非常非常的熱門 就是大家的討論 不只是那個 航運 鋼鐵 包含了報復性消費 裡面的某一些股票 因為大家 我現在來講 網友都非常認真 資訊爆炸的時代 所以可以在畫面上 加入我的Lite 所以我畫面上來講的話 節目畫面來講的話 左下角 我的Line ID帳號 小老鼠 go rich55688 小老鼠 go rich55688 所以希望 這裡來講的話 你如果希望可以加入討論 來講的話 歡迎留言 那這裡來講的話 你如果覺得 有建設性的留言來講 我當然會把它集中起來 我相信你在 今天盤中有留言給我 我大概看一下 就說 大家都集中什麼 值得討論 我就跟你回覆說說 節目上 統一的詳細的來做分享 今天節目這一集 特別針對 航運股 海運空運來講的話 你要留意什麼 那那個航運股 海運為什麼 貨櫃跟散裝會差嗎 會這麼不同命這樣子 好不好 那接下來講的話 我Lite這一邊 也陸續要幫大家來整理的是什麼 空投股票的格局 因為現在來講 我已經聊到 大盤你已經知道 它不是空投趨勢的 大盤你已經知道 1萬5沒有跌破過 而且反應疫情它已經過了 它就是一個挫殺 好像回到原點 怎麼下去怎麼回來 好 現在來講你要知道 反而拉回是買點 拉回是買點 但是你不能買錯股票 你不能看到 前面我漲那麼兇 長紅棒 我沒有買到 沒有追 是不是拉回找買點 很多朋友有這樣的概念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的Lite這一邊 固定幫大家整理 就是說空投格局的股票 空投趨勢的股票 它一定是什麼 季線 半年線它已經交叉向下 已經三個月的時間了 所以空投格局的股票來講的話 第一個 反彈不能追 拉回的時候 你也不要找買點 好不好 所以這邊很重要 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來講 教老師有聊到 台積電鴻海 尤其是台積電概念股 我這邊會幫他整理一檔 精選的股票 我會特別錄製一段特別的影片 告訴你 我為什麼選它 台積電概念股 紅海集團的股票來講的話 這邊來講 你一定要知道 我在我身上 這邊我還是稍微點一下 因為今天來講 大家也會發現 老師那個好像 電子股都翻不起來 電子股你真的確定後面有機會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台積電 這是台積電 今天收盤位置595 有沒有在571塊以上 有 有 有在571塊以上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 你不要看到那個回跌震盪在這一邊 你就會害怕 我剛才已經聊到了 0050這邊的成分股 反而是在做調整 你不能在調整的過程當中 你去判斷那個多或空 我只是簡單告訴你 瞄過去門到在什麼地方 台積電 5月12號高點以上 5月12號高點571塊以上 不要怕 好不好 那我看的是台積電概念股 不是叫你去買台積電 紅海 2317紅海 今天來講的話 小漲1塊錢 但你會發現他不會去 他有沒有維持在106塊半 好不好 我看的是這兩檔股票 維持在5月12號以上的位置 那你要知道什麼 他們的相關股票一定會動 我等的是這個部署的機會 我等的是什麼 一個讓大家換股的機會 好不好 那這裡來講 最後面 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比如說整個 其實我也不太想來 因為還是一樣有朋友反應 5月18號我已經提醒高端疫苗 我所點名的那一個生技防疫股 我相信你有看節目的朋友來講 我都特別告訴你 就520前後 520前後 那當然高端疫苗來講的話 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是高點了 慢慢形成高點了 好 回到我身上 所以這裡來講的話高端疫苗 嗯 好啦 來 五根跌停板了 嘖 我 我不是要那個唱衰 就是他完完全全還是這樣子 今天已經是第五根了嘛 所以聊到什麼 後面大概有心理準備8 那這邊 還是有網友問我 老師怎麼辦 他不給你機會賣嗎 對 那你就下個禮拜三 以前 有沒有跌停打開 下禮拜三以前 有沒有跌停打開 盤中打開是你的機會 逃命的機會 好不好 去年來講的話是8根 生技股是8根跌停板好不好 今年很多人問我老師 你高端疫苗來講的話 會不會變13 因為大家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那個 各國開始捐疫苗給台灣了 那台灣這一邊本土也有一些單位 開始在向外去購買疫苗 當然我不談政治 我只是告訴你就是 慢慢的高端疫苗來講的話 他前面炒作的話題 那個利多 那一個 現在很多朋友 老師有沒有解盲什麼什麼什麼 去年來講的話 天國一揮很多朋友不願意走 然後後面被死套 也是因為解盲 不解盲怎麼樣 利多不利多的 反而就錯過那個逃命的機會 所以我這邊來講的話 不是跟他意測 而是就是說他本身來講的話 那個炒作的那個題材 其實已經失去了啦 好不好 那當然我已經告訴你 過去生技股的慣性 你要玩生技股 你就要知道人家過去的歷史 人家過去玩的手法 2020年去年是8根跌停 後面會不會有13根跌停 或是過往基亞 很多朋友在聊基亞 我只能說啦 因為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已經告訴你 人家過去是8根 去年是8根 好不好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你如果在生技股這一邊 想要反敗為勝的朋友來講的話 當然我在有 5月18號 節目上我都曾經大力點名過 美德一 恆大 國光升 來 美德一 現在來講 你沒有走來講就是這樣子 這個 總比那個高端疫苗還好 因為你可以賣得出去 這邊可以賣得出去 這個是恆大 1325恆大 我相信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已經很明白的 來告訴大家說 那個 這一些的股票 他營收最好的狀態 是在去年的 不會在今年的 所以你相對拉起來 你要知道 你搶到反彈了 你要算那個時間 要趕快走 不是死爆的 絕對會有一大端 像去年那樣 一個月噴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的 國光升 4142國光升 這邊 那 我相信 一檔一檔 康納香 所以我其實就是說 像這類的股票來講的話 我都提醒過 而且直接把時間算給你看 當然這些股票你都賣得掉 這裡來講的話 你如果一直老是該怎麼辦 我只能說 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說 我有一檔的股票 可以幫助你 先把那個賣掉完之後 你套到的 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因為很多人是 有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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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 因為已經是沒有辦法 沒有賣到那個 虧損的金額 是自己心裡面很痛的 下不了手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好我帶你賣掉 因為你還賣得掉 你還賣得掉 那我有一檔股票 你賣掉完了 資金轉進來 我可以幫助你逆轉勝 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其實也已經帶 都是我的精英會員先進場部署的 因為你有鎖定我節目 你就知道 上個月5月17號大盤 那個時候開始 落底完之後 我搶的第一波的領頭羊 我的節目上我分享 我抓的是什麼 電子股先過5月12號高點的 比大盤領先的 那個時候來講 我哪知道那個是底部 我不是用賭的 他們明顯就是比大盤先領先 過5月12號高點 所以後面來講 我已經知道是挫殺 後面來講 往上反降軋空 這些股票一定會走 所以我先帶我的精英會員 因為都高價股 我先帶我的精英會員先進去 強短一波 強短一波我已經告訴你 525就已經賣掉了 我今天都公開 前一段強短的5月25號 我就賣掉了 除了一檔剛好也是一樣 是280塊 那一天是5月17號跌停版的那一天的 不是這一支 這一支來講 我要帶你生計逆轉 剩的是5月28號買的這一檔 280塊半的這一檔 好不好 最近來講的話這檔股票 還沒有衝出去 你跟上來來講的話 還在那個區間裡面 還在那個壓縮的區間裡面 不然你後面衝出去 我就沒有辦法帶你去追 我帶你去追 你等於說是 帶你把你的錢 幫我的那個精英會員抬股票了 這我實在是不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要呼籲你 好不好 因為我相信就是說 這一邊來講 我節目上都是一直 不斷不斷的直接的交代你 我講得非常明白 很多老師你幹嘛一直 一直說一直說 對 我就是不要張關禮貸 我就是講得非常清楚 我5月17號精英會員在那邊 搶反彈那一檔 280塊半的 他當天5月17號買的那一天是跌停版 現在來講的話 300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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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賣掉 我要替你反敗為勝的 是另外一檔 5月28號買的不同 好不好 所以這邊公開的再強調一次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節目上有我自己的風格 那你願意 你就鎖定 你覺得那個老師講得對沒幫助 閃過 跟你 我在節目上 本來就是講給跟我有緣分的人聽的 跟我無緣的人 你聽不下去 你就不要看啊 幹嘛浪費時間 每個人的時間寶貴啊 好不好 那這一個超車專案來講的話 我為了這一次 大概整個行情來講的話 一個關鍵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針對生技防疫 就是我已經提早就呼籲你 我連時間就講得非常明白 那你沒有來得及跟上的 你真的手中有資金 那個你可以反敗為勝的 我可以幫助你 我是精選的高價股 而且這一次這個專案來講的話 是幫你一次逆轉勝 然後什麼 後面延伸服務到年底的原因是因為 後面我逆轉勝 幫你把那個賺回來之後 再把錢賺進來的錢 再放進另外操作的股票 延伸幫你 就是提升你今年一整年操作的獲利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但因為是高價股 一定是我電話清貸的 所以你有資金的朋友 我可以幫助你逆轉勝的 你就要好好把握出這個機會 就真的緣分啦 好不好 我一向都是看緣分 我在節目上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都是看緣分隨緣啦 那你如果那個 覺得對我有意見的 聽不下去的 那可以轉台 不要浪費時間 時間寶貴啦好不好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我來講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